欢迎来到旅游儿语频道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中国郑州这个城市 郑州是中国河南省的省会城市 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历史名城 拥有丰富的文化底蕴 这座城市位于中国中部 为游客提供一系列活动 从探索古代遗迹到沉迷与当地美食 以下是郑州的一些热门活动 参观少林寺 少林寺去郑州约80公里 是中国最著名和最重要的佛教寺庙之一 这里也是中国武术的发源地 游客可以观看功夫表演 了解少林寺的历史和哲学 探索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是一座展示河南省历史文化的 现代化博物馆 馆内藏有古陶器 青铜器 玉器 书法等文物十三万余件 攀登松山 松山是中国五大名山之一 距郑州约70公里 这座山享有壮丽的景色 是远足和探索古老寺庙和洞穴的热门目的地 尽享当地美食 郑州以亲美味的当地美食而闻名 包括浴室饺子 炒面和麻辣菜肴 室内有许多餐馆和街头小吃炭 游客可以在那里品尝当地美食 参观黄河风景区 黄河是中国第二场河 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郑州黄河风景区为游客提供了近距离观赏河流 探索周边景观和古代遗迹的机会 满步二期纪念塔 二期纪念塔是郑州的历史地标 为纪念1923年工人把工而建 游人可登上塔顶 俯瞰城市全景 了解郑州的历史中国的工人运动 享受夜生活 郑州拥有热闹的夜生活场所 酒吧夜总会和现场音乐表演场所应有尽有 游客可以与朋友小桌一杯 彻夜狂欢 或观看当地音乐家的现场表演 总之 郑州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 旅游活动丰富的城市 从探索古老的寺庙 到沉迷于当地美食 郑州的游客一定会获得南蛙而有益的体验 音乐相为更加奢列的 品牌 因为他们的顶拌 更加奖列的 我们的必须 这是一个例外地对 也有 有 一个